網路上也有,那各位可以到那個 第一個,第二個,好像前 吳老師現在結果看一下 總共有123 前四個都我的 這些都我的教學頻道部落格 那第一個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裡面的話 那各位有相關的資源,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之前的 在工訓處之前上課的影音,我也把它做一個總整理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看一下 之前舊的啦,這邊 在像那個 Android跟iOS的應用 我剛剛講過,比如說雲端 App,其實也是在這個課我有特別在說明,因為很多同學 會問到說在手機上面怎麼去 開啟或編輯 Office的檔案 那其實最簡單,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雲端硬碟 然後還有YouTube,怎麼樣去下載那個 下載YouTube的影片 編輯YouTube影片 甚至現在好,之前去那個有個單位,他邀請我去幫他們,他們要建一個YouTube的頻道 跟民眾可以更親近 怎麼去建 怎麼去經營 因為剛好我有這部分的經驗 所以就去分享一下 另外之前有教Excel VBA的應用班 之前 還有Excel函數進階班 因為兩個階段 我想這個部分 不過之前教的跟現在教的內容 還是稍微有不一樣 因為體會上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舊的我想 各位可以有時間 這裡面我記得還也蠻完整的 可以到裡面去看 然後另外還有Excel VBA函數總整理 這裡面整理就是我歷來 但不是全部 從2011年之後 2011年之後的 這個上課的一些重要的分享 OK,那你們可以從這邊看 或者有些同學剛剛有問就是資料庫部分 當然下一個,就有兩個階段 一個是 Excel VBA函數 跟Excel VBA以資料庫的 這個連結總整理 這邊也有 相關的 我想各位 有新的有舊的 我是從新的再到舊的 裡面也蠻多的 相關的這個分享 可以從這裡面去 找到資源 後來發現好像這個還蠻多人看的 如何破解 網頁上的股市資料 OK,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回到 剛剛的那個練習題 練習題 然後 這個練習題 剛剛有提到就是 後面還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 可以按個按鈕 就做出來 按個清楚 就清楚掉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第一個你要做按鈕之前要先 做第一件事情 請你把 開發環境先設定出來 那什麼叫開發環境呢 我先切到這邊來 剛剛做的可以先 先低調 低調 那我們要先把什麼 這個 有個Visual Basic的開發環境 那這個開發環境 預設是不會出現 有個叫開發人員的標籤 那這個標籤特別注意喔 他的位置在上面這個小箭頭 裡面有個叫 其他命令 小箭頭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找到 上方 中間這邊 自訂工作區 旁邊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請各位把他打勾 自訂工作區 裡面的開發人員 這個時候呢 你才可以去 開發 我們後面要講的那兩個 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把開發人員這個標籤 叫出來按確定 有沒有 開發人員出來 Visual Basic才有 所以第一個 點這邊 其他命令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點一下Visual Basic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程式 就寫在這裡面 那我要怎麼去撰寫程式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先把 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先關掉 預設應該是空的 沒有 我要怎麼開始撰寫程式呢 這個環境先ready之後的話 那我們撰寫程式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先準備一個 叫做模組 我們要把程式寫在 這個專案我把它呢 VBA的project 後面就是你的這個 工作表的名稱 上方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本來沒有模組 記得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就沒辦法寫 VBA的程式喔 所以按右鍵 直接 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去撰寫程式的動作 這邊會出現一個空白 就寫在這裡 那 可是問題喔 我們要怎麼寫呢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 寫一個 按鈕 這個按鈕叫 門號 按下去之後 可以幫我把它自動完成 那自動完成呢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要從第幾列 跑到第幾列 Ctrl向下一下 也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 一個回圈的 所謂回圈喔 自動幫我跑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是從第四列 到 103列喔 對不對 先確定一下範圍 第二個要確定什麼呢 確定的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輸出的欄是哪一欄 E欄 那你要取得資料的是在 電信業者 F欄 區碼 G欄 莫碼 H欄 主要是要知道這個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要把結果 輸出到E欄的話 你就把公式 輸出給他 將來按下 按鈕的話 他做什麼事呢 他會先幫你把 這一個列號當成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 四列的依然 輸出什麼呢 後面的這一串公式 就把結果丟過來了 他就幫你丟一個 再往下一個 這個變數變成五 就換下一個 所以基本上呢 會稍微比較 第一次 你在出體驗的話 會比較複雜一些 請各位先試著 先開啟這個好了 開發人員 然後把V教費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記得 把他扶在上面就好了 因為我們 一般的開發習慣是 一邊看需求 一邊撰寫程式 你就可以寫出 量身訂做的VBA程式 OK 第一個 那 模組如果沒有存在的話 請各位記得 插入一個模組 那等一下 再來講 怎麼樣開始寫 一個 我們要的程式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第一個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 標籤先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模組 好 按 等一下 好了 好 喔